这台小主机65W性能释放时 CPU最高温度只有78度 往上它还能轻松跑到接近85W的性能释放 它可能是目前最强的780M核显小主机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MD-Rain 78745HS CPU的高性能迷离主机 TopFail 吉夜 Desco One T8130M 直接来看8745HS和8845HS的对比 CPU锐频少了0.2GHz 核显频率少了0.1GHz 没有机内的NPU 其他完全一样 吉夜这台小主机其实相当炸裂 它除了拥有超级大满光接口之外 还有外置的WiFi双天线 不过最最特殊的是 它为了更好的CPU散热 采用了下压式桌面级散热模组 四通管 高密度加厚鳍片 还有一把90毫米的大风扇 而另一侧对内层和SSD散热 使用了一把80毫米的风扇 因为这样 它比普通的超级大满宽接口小主机 长了一些 高了一些 146x126x73 总共1.3升的体积 好吧 为了更好的散热和精英 大家愿意接受稍大的体积 还是愿意更修正一点 迷你一点呢 极叶DeskOne T8130M 装置AMD-RUN7-8745HS 8核16线程移动标压CPU 类置AMD 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66层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E 前置Ok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力士底座 显示器背架 外置双WiFi天线和备用螺丝 这DC小电源 20伏5A 一共100W公里 厂家说 后续会配一样大小的 标称更高的电源 小主机是深空灰色的全铝合金机身 左上角是 极业品牌英文logo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2A口 前置Oklink接口 可以输出DP信号的Type-C接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外置双WiFi天线接口 20伏电源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DP1.4接口 可以PD输入的USB4接口 双USB3.2A口 双2.5G网络接口 后部 底部都是进风口 双侧是出风口 顶部也是进风口 全都有防尘网 不怕击灰 取下背部4颗长螺丝 轻轻提起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右边底盖上 有一个8厘米的风扇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5600兆盒子 双2280的M.2P3E 4.0X4的NVME插槽 联发科RZ616 WiFi6E无线网卡 我们拿到的是准系统 所以要装上两根 16G 5600兆盒子的内存 组成312G 再装上一条自家的NVME SSD 接下来咱们看看下压式风扇长什么样 取下左侧挡板 取下右侧挡板 翻过来 直接揭开底盖 这就是下压式散热系统 顶上是一把9厘米的风扇 和下面8厘米的风扇 组成了双风扇散热 BIOS3显示是32G DDR5内存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大小 最大16G 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 把四个参数都设置成85W 今天我们要测试小主机的极限性能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几乎一条直线 跑在84W到85W之间 整机功耗跑到了135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6GHz 我们单烤一小时10分钟 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9.6度 SSD最高温度45度 我们用极业DX1-T8130M 迷离主机的 RUN7-8745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34秒 共计574秒 574秒 就是780M核显CPU的最佳成绩 超过了这么多厉害的8945HS和8845HS CPU-Z多线程7468.5 单线程698 多线程成绩在所有780M核显小组机中 排名第二 仅比8945HS低了几分 GIGABENGE 5多核12845 单核1945 多核成绩排在所有780M核显小组机第一位 GIGABENGE 6多核13734 单核2639 多核成绩是所有780M核显小组机的第一名 GIGABENGE 223多核18204 单核1750 多核成绩上了18000分 是第一台超过这个分数的780M核显小组机 GIGABENGE 2024多核1017 单核103 是第一台多核成绩上了1000分的780M核显小组机 PASSMARK多核成33007 单核成3884 多核成位于780M核显的第四名 综合上面的比较 GIGABENGE DISC-1 T8130M 多核性能大部分位于780M核显最强的位置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629538 CPU得分967345 我们给RAN78745HS运行OpenW测试 AES932,670 XX20367,257 CORMARK530,093 CORMARK成绩是所有780M核显的第一名 登顶了 我们来打游戏 低平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90帧左右 复杂场景70多帧 低平线4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80帧左右 非常Nice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黑神花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一画质 超材开到50 开启震升层 最后结果是 平均65帧 实战一下 51080P高画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愛你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5.4度 内存做显存最高79.8度 SSD最高47度 游戏时散热 表现非常好 看一下3DMark的图形得分 Time Spy 2994 Fire Strike 8573 Steel Lumen Lite 21.29fps 稳定度98.9%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8745HS各项成绩和8845HS相比 要差一点点 毕竟核显频率少了0.1GHz 跑那么3.18B大模型 还是探测舌变程 跑到了14.43TOKEN每秒 是780M核显小主机的最好成绩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的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此时这台小主机 可以输出4K160Hz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连接索尼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SBZR444 非压速信号 瑞养7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应结本地8K60帧AVE视频 YouTube8K60帧AVE视频 流畅播放 我们自己加装的M.2硬盘测试 4700兆币每秒 PCIe 4.0X4的入门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扇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RZ616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了9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络环境中 最好的无线性能了 我们还把它连接上我的Wi-Fi7 无线路由 当然是贴脸测试 下载1.2G 上传1.7G 外置天线的Wi-Fi表现还真不错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出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吉夜DeskOne T8130M 装置了RZ78745HS CPU 这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式最大8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135W 咱们这台100W的单槽小电源 荣誉度还是真大 看来厂商也怕了 会给购买者换一个标称值大的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3.5度 SSD待机温度43度 85W性能释放下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55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4分贝 我们还设置75W性能释放FPU单烤 CPU最高温度87度 CPU频率4.5GHz 设置65W性能释放FPU单烤 CPU最高温度78度 CPU频率4.4GHz 此时的机身噪音是51分贝 耳边噪音是38分贝 可以算很安静了 几页Discone T8130M 它装置了MDRAM7 8745HS CPU 出厂最高85W功耗释放 CPU性能超过了几乎所有的 780M核显小主机 登顶第一名 图形性能也与7840HS差不多 得益于下压式散热系统 散热和静音都非常优秀 老有朋友信心链评论说 迷利主机应该采用下压式散热系统 散热又好又静音 这不来了吗 小主机还有非常LICE的超级大满观接口 不管是Oaklink显卡屋 还是USB4接万兆网卡 这些接口都能发挥出最佳实力 我们对此大为赞赏 说到缺点 我几乎找不到任何缺点 原来我想说标称100W电源能跑135W 结果常商会更换为标称值更大的了 我想来想去 这BIOS里没有预设静音平衡性能模式 而是让我们手动修改 这对小白用户来说还是麻烦的 这算不算一个呢 总结一下 最大85W的性能释放 牛大了 性能超过了几乎所有的780M核显小主机 散热优秀 静音也优秀 超级大满观接口 更优秀 优良做工 强悍性能 价格还相当便宜 下压式散热系统 打造出这么强大的迷离主机 我们对吉夜Desk1T8130M 这款目前最有性价比的780M核显小主机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